画面中直接缅甸示威民众惊慌逃窜 互相演示下将一名遭警方射杀的死者 送上救护车 2月28号可以说是缅甸民众 爆发不合作运动以来 遭军方最大规模武力镇压 炮火直接对向民众 当天更酿成至少18死数十人受伤惨状 尤其最大城市阳光和瓦城 情况相当惨变 到处可以听见枪声四起 警方更多次向示威民众投掷催泪弹 试图驱离 然而抗争场面却一发不可收拾 我国外交部也出面谴责 缅甸军政府的暴力镇压行为 外交部对于缅甸军政府连接的 对和平示威民众滥用致命的武器的行径 我们深感遗憾 并且台湾与全世界民主国家 同声来表达谴责 根据外媒报导 缅甸军方进入考量3月1号 法庭将再次审理 缅甸实职领导臣翁山苏姬两项罪名 避免民怨再起 因此决定加大力道镇压局势 然而目前国内抗争不断恶化 各国也跟着呼吁 缅甸军政府应理性化解政治纠纷 原汁新闻就是麦布拉瑞昂冰议